大家好,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台北股的今天主要就是受制了 我們在今天盤前大家得到的一個訊息 在蘋果他調降了第一季的猜測 所以今天的行情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 今天的行情事實上量是出來了 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下殺出量 量能回來 我認為是跟外資陸陸續續的歸對了 我認為是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這個行情 在今天開始到明後天開始的行情 就我認為參考價值會越來越高 大家都回來操作之後 其實會越來越明確 也就是說今天開始 接下來往後的交易日 真正的未來市場 大家所決定出的一個中長線的一個多方的主流 領頭羊是誰就越來越明確了 你會說那當時之前前一陣子 外資在休假有些強勢股 你會說那個外資回來他們真的認同嗎 這真的會是一個中長線的多方嗎 對,所以當你的成交量回來之後 能夠能夠在接下來的事況之下 獨自走強的也好 或者是大家一起來 那這就是我們要去觀察的標的 那他就是真的有機會 是市場認同的多方的指標 所以你要去留意這一塊 可是事實上我認為 認為5G的部分是不會缺席 我已經講好幾天對不對 我跟你講了好久了 那今天我跟你報告的標的 你會發現其實 跟指數來說 不見得有那麼大的關係 該走趨勢的 它自然會吸引到 認同它的買盤進去 那股價當然就向上推了 那今天6470 宇治盤中還衝高到 最高到51塊6 51塊6 最後收盤還是漲了半根漲停 這個標的基本上你發現 跟今天的指數 大致上來說 幾乎是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它就是走它的一個持續向上的格局 那我也講過了 5G的題材 你要大概分成所謂的一個設備 或者是在另外一個面向 可能就是在一個通訊 手機的一些所謂的一個 手持式裝置的 這類的標的去看 分了兩大類去看 那其中像5G的部分 我建議各位去看6470的宇治 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最早最早切入在北美的市場 而且事實上 現在人家都還沒開始 現在很多公司都還在喊它 它是5G概念它是什麼 那都還沒開始 人家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貢獻營收了 所以你如果說真的要講說5G 其實你會發現 檯面上沒有人在跟你講這張標的 這個就是我講的 你真的了解每一家 或是每一個產業嗎 每一家企業你真的了解嗎 北美到2021年全球5G的覆蓋率會到55% 甚至高過於55%都有可能 目前估55%上下 接近六成了 那問題就在於這個東西 我說6470宇治你看 電信商Verylon 5G Home 這一顆是誰做的 就是我講的6470的宇治它做的 那誰知道 這一顆大概它授權底下 兩家供應商 那其實大概 訂單比例大概是28比 宇治大概拿了八成 所以當然是以宇治為主 那真正已經在收營收的 那當然就是這一家公司了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放在每一個家戶 北美都六大城市 北美六大城市有多少家戶 對不對 上千萬 那從北美六大城市 開始去做這個動作 那代表說整個5G 整個5G未來的應用 當然是從北美直接引爆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 其實全球的覆蓋率 5G覆蓋率可能未來 到2021年可能北美洲 可能不只55% 如果電信商這樣子做的話 如果電信商是採用這種方式 我把這一顆 直接放到你家 不跟你收錢 放三個月 讓你去做一個連線 讓你去做使用 你去感受5G的速率 之後我相信你留下來 繼續用的機率相當高的 對不對 你手機4G用習慣了 我叫你回去用3G 你願意嗎 所以電信商也不是傻瓜 這一顆一顆是要錢的 要成本的 那為什麼我這樣做 我直接不用 Be free 不用錢 我放在你家 讓你用 對不對 用三個月 三個月就習慣了 三個月就習慣了 所以未來整個引爆出來 我認為北美是最早引爆出來的 如果電信商這樣做的話 成功了 其他的電信商跟著有樣學樣 擴散到歐洲 拉丁美洲 亞洲 這個數字都還有在上去 還有可能再上調 覆蓋率都還有可能上調 所以誰走第一個 那誰就是最後最後的最大的受惠的人 所以你要講5G 你不能缺少這家公司 可是我卻發現沒有人在講這家公司 你會發現大部分都在講那幾支 對不對 你會發現大家都在講的是 就是那幾家公司 那 這個就是我常常講 我說 你一份報告 丟出來之後 被好幾個人同時看到那個報告 所以那幾個人 同時都來跟你推薦那個標的多好 那個標的多好 可是市場真的最好的是他嗎 不是啊 所以真正能夠在股票市場賺到大錢的 掌握到先驅 去撞到大錢的人 他知道的事情絕對比一般人還要多 那我第一個告訴各位 Ryron的這一顆他做的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他可以大底完成呢 大底才完成不久 放量做突破 還回撤了之後就拉高上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他目前距離僅限 也沒有說真的做拉多遠 放量突破上去了 所以 以這個底部確定成型搭配5G度油氣的話 你說 這個標的耳後有沒有機會 一步一步慢慢墊高上去 我不敢講 我不敢講他的走法一定是天天漲停 天天大漲 天天怎麼樣 我不敢這樣講 畢竟 目前他就算一個出身段 但是問題是你不從現在開始做 你要等到未來 看到六次頭 七次頭八次頭之後 股價走到主身段 營收整個貢獻 竟然EPS跳上去的時候 要走主身段的時候 你要去追嗎 那個時候我們可能已經賺了 我們賺到獲利已經可能達到倍數了 因為我們現在這麼低的成本 未來他整個營收貢獻到EPS數據出來了 數字開得漂亮了 我跟你講那個股價可能距離現在 我們可能已經賺了倍數了 所以能夠賺最多錢的人 一定是他非常非常了解那家企業 不是去看人家寫的報告 人家寫報告說那個公司很好 所以你會發現好多人都在講同一家公司 有沒有 那他們絕對不是賺最多的 他們只是在過程中去追 追高之後 重重一點點價差 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要賺大的 要能夠翻身 好多客戶賠了好幾百萬 之後繞了一圈 最後跑來跟我們合作 想要請我們幫忙 賠了好幾百萬 大有人在 繞了一圈市場 換了好多個分析師了 換了好多個團隊了 最後跑來 那你說是緣分 就是緣分的問題 對不對 緣分就是這麼晚才能夠一起合作 沒關係 可是這麼這些人 人家 很多觀眾朋友我相信你 你可能也是賠了好幾百萬的人 那你賠了好幾百萬 然後你一檔股票我幫你賺五萬三萬 沒有感覺的 甚至你可能跟我說 我不是要這個東西 對不對 我一檔股票幫你賺五萬十萬 甚至八萬十幾萬 我不是要這個東西 老師 我賠了好幾百萬 我賠了八百萬 我賠了四五百萬 六七百萬 對啦 賺十幾萬二十幾萬 好像OK 可是問題是 所以我才講 當這種類型的標的來的時候 那你能不能讓你的客戶拿到 那你的客戶能不能拿到第一手的 最好的標的 那個機會拼翻身的 拼倍數的 這種標的如果說耳後 如果真的完全照我們的規劃這樣走 沿途中如果有變數 當然我們還是會撤退 可是如果說完全沒有一些變化 沒有一些變數的話 沿途照這樣的規矩走 那該來的營收都來了 EPS開始向上走了 各位 假設真的又走了兩倍三倍 那現在投入資金 客戶裡面有人投入三百萬的 投入兩百萬的人 如果三倍的話 兩百萬就變多少了 三百萬的三倍變多少 那他們是不是就靠一檔股票 真的就把過去賠了好幾百 全部拿回來了 儘管他們現在手上只剩下一兩百萬 兩三百萬 過去賠了八百萬 七百萬的大有人在 可是問題他們可以靠一檔股票 這樣子做上去 把過去失去的好幾百萬 拿回來了 你不這樣做是沒有辦法的 那如果沒有這類型標的沒有出來之前 我當然還是帶他們做價差 對不對 一二十萬的價差可以賺 二三十萬價差也要賺 可是這些價差沒有辦法幫他們在短時間內 把過去賠了 累積了好幾年 賠掉的那些好幾百萬的資金 甚至上千萬的資金拿回來 所以我們在做股票 你要永遠記得 你要掌握的是別人還不知道的 那你絕對是最早的 你絕對是可以賺最多 對不對 所以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跟你報告這件事情 Vaviron他所推的這一個行銷案 這一顆是誰做的 所以5G最早進入家戶的 進入家庭的設備 事實上是這一顆 各位 最早進入家庭的是這一顆設備 5G 那整顆都是由他來做出來的 好啦 所以大家整個形態都做完之後 今天又衝高 跑到這邊來了 那晃一晃 可能過一兩天搞不好講幾天內 又要突破了又要創新高了 中途經過一個震盪 換手 行進間的震盪之後又創高 準備衝上來 從35拉到40 這邊整理一下 40來到50了 各位他這一關一關的上去 所以當整個 因為他目前數字沒有進來 你不能說我現在就要看到他 每天漲停每天漲停 當他開著每天漲停的時候 那個時候來不及了 所以你會發現他現在數字沒有進來 就已經從35到40 40到50了 那如果一片開始出現變化的時候 那就可能就是未來就進入一個主身段 可是賺最多的人是從現在最早投入資金的人 而他呢 為什麼可以幫你賺最多 因為他是最早 最早投入北美市場 OK 這一點你要知道 這次算是設備 5G的設備 那等一下呢 下半段回來呢 我會跟你報告一檔股票是5G的基礎建設 5G的基礎建設裡面所需要的一個 一檔標的 它所 一個 算是一個 一個原件 零件 零組件 那等一下我們再探討這家公司 也是剛剛開始要起步的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但是呢 我想要幫一些投資朋友 一些 一些 脫離苦日子的方式 我這樣說 我今天想要跟投資朋友交個朋友 每個節目時段 結束後來電前五個名額 那我要親自帶你們去買一檔股票 那你賠了多少錢 那些壓力 要找機會把它拿掉 很多人賠錢賠錢賠錢賠了好多年 然後累積了很多的壓力 我們想辦法把那個壓力 累積在身上的壓力把它拿掉 那我們又透過一檔標的 我們透過一檔標的 那我會親自帶你去買進 那當然就是不要只是賺價差就好 它有它背後 有它背後的一個大題材故事 那這種機會的標的真的不多 那這是2019年的錢利股之一 這家公司 它2018年的就是去年第四季 第四季的出貨開始從谷底翻揚 而且一出貨有出現倍數的大成長 那當然我相信不會只有我知道了 當然不會只有我知道 那知道的人基本上也不會閒著 那從籌碼上面來看得很清楚 12月一整個月人家做了三次 12月一整個月做了三次 那這個可想而知 你覺得它背後是在做什麼 它準備做什麼 12月3號當天出現7109張的運作 12月7號2997張的運作量 12月12號2362張運作量 一個月內累計了12468張的運作量 第四季出貨有背書成長 這只是其一 它還有其他的一些題材故事 不便寫太明白 寫太明白 那我直接公開了就好了 有些東西我還是 我沒有辦法目前去寫出來 但是我可以給你一個提示 在這個地方就好 那所以為什麼 人家一個月做了三次動作 為的是什麼 還有不只這個 還有這2019年一整年 它有什麼樣的故事題材 這個要特別留意 那這個標的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因為它現在底部行 根本沒有人 沒有人看多它了 沒有人看多它了 所以我才說了 跟大家交個朋友 那你就是前五個名額 打電話來的話 那我就會親自帶你 帶你買進2019年的這一檔 潛力股之一 好好的把握 我說這種機會其實有的話 我覺得邀請各位來 沒有的話我也沒辦法 既然有了 我親自帶你買都可以 前五名我親自帶你買 我幫你脫離苦日子 過去你失去的 你賠了幾百萬 等等那些壓力 靠一檔股票把它拿回來 那有興趣 不要放棄 前五個名額 趕快去撥電話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週一至週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C well I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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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档标的 5439的高际 今天表现也还OK 这是5439的高际 PCB的概念 基本上我讲它是因为 5G的基础建设是目前是最需要 应该说整个5G里面最早最早开始 就是从基础建设开始 所以5G的一个基础建设里面 当然你开始推动之后 100G的Switch的板子 当然是直接放量 需求会直接放大 可是我们先看 它的部分 106年 EPS全年是2.32 那去年 107年 统计到第一季到第三季来看的话 已经来到2.51 已经超越了106年 超越前一年 那加入第四季之后 当然就有机会来到3块左右 甚至突破3块 那这是107年 有可能到3块或3块多 那这个数字呢 都还没有加上400G Switch的板子 那如果加进去呢 那当然108年呢 所以重点来了 2019年 今年呢 那今年整个400G 使用一个Switch的板子 如果说 整个认证全部都OK了 开始出货放量 那今年 100G的Switch一定是出货 会相较于往年更多 因为5G的基建的部分 更需要 量绝对持续放大 再加400G的Switch的板子 放量的一个出货的话 那今年呢 108年的EPS估多少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 什么样的标的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它的EPS是向上爬的 甚至向上爬之后 会突然在某一年 仰角向上 EPS如果缓缓的针还好 缓针之后开始拉高 抖角度的拉高的时候 EPS跳上去的时候 股价 你说它会寂寞吗 所以我常常讲 我跟你介绍一些公司 基本上都绝对是从 绝对是相对 最早期初期就跟你先讲 为什么我可以在早期就先讲 我讲过了 一切一切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其实带客户做股票 你希望帮客户赚到很多钱 赚多一点 所以你要什么本事 能够让客户赚多一点 那到最后会有 什么样的客户群 会来找你帮忙 那这群客户群 他们要的是什么 能不能够在一个相对的 一个低档区 或者是初期带我去卡位 我要赚的是一波上去 因为可能过去 你可能赔好几百万 那我一档股票 如果帮你带给做 带你做个价差 赚20万 赚15万 赚25万 你会觉得老师 我真的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我赔五六百万 可不可以 让我们有一档股票 可以让我买个200万下去 让我安心 我可以放着的 我不用担心的 那他会向上爬的 那越爬越强 最后变成主身段 然后最后 到最后你在通知我 什么时候总收成 可能两倍 可能三倍以上 那因为只有这种东西 客户的 目前客户手上 资金只剩两三百万人 只有这样做 能够讨回过去失去的 你没有其他办法 而且在短时间内 所以题材数字 你可以看得懂 你可以估得出来 你可以先掌握 但是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 那个地方是对的 初期呢 对不对 初期的筹码 没有筹码 你根本不会进场 筹码确定才会出手 所以你要怎么去找到 初期的阶段 11月14号的时候 这一天 1492张运作量 你会发现 这一路以来 什么东西都没有 直到这一天 来了1492张 有没有 然后横了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之后 慢慢爬 爬 慢慢爬上来 慢慢爬 又突破前高 休息一下 今天又拉长虹 他就开始向上爬 为什么 我刚才讲过了 我刚才讲过了 所以你知道 未来有什么样 一个题材故事 但问题是 什么时候是对的时候 这是又回到我讲的 出手时机跟位置 对不对 那就回到筹码 懂吗 所以股票操作有时候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 我看个财报 我就要去找股票了 我掌握它的题材了 我就要去找股票了 我就要出手买卖了 好多面向是 你要同步去考量的 有题材了 但不见得可以出手 筹码吻合了 才可以开始找寻机会 所以有题材 EPS有机会 那问题是 什么时候呢 11月14号之后 有没有 今天跑这边来 这里做了一个短底 这个短底 如果确定成型 那这个高点 就要过去了 那一过去呢 就要挑战哪里 挑战压力区 压力区就在这附近 对不对 压力区就在这附近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它突破上去的话 那下一阶段呢 就会来到这附近 然后再做震荡 再看看能不能行进 今天再成功换手之类的 所以它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 苦靠收睹就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说 你在初期就先进场的人 他每一个阶段 在做什么 做什么 你都看得很清楚 你根本不会被它影响到 你就不会看得那么短 那么短暂 那么短线 所以这个标的呢 是一个算是 5G里面的PCB的一个概念 那唯一 台湾的部分 PCB的部分 PCB做板值 如果说能够出到100G 400G以上的话 除了高际 还有另外一家 是2368的一个镜像电 那基本上我建议各位 我介绍的是5439的高际 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做一个中长线追踪 那现阶段呢 来像这个上全 今天又创新高 昨天才跟你讲完嘛 对不对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呢 来挑战到了压力区嘛 上全 有没有 我说它特殊的光纤 宝偏光纤 那昨天冲到这边来了 有没有 11月15号 出现运作量之后就开始 有没有 上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什么 时机嘛 位置跟时机 时机 有题材 但是呢 要筹码 吻合之后 才可以找机会 那就会在起掌区找到 你就可以找到起掌区 然后就爬上去 又休息 又爬上去 有没有 你在这种位置出手 你不会被这个影响到 除非你只是为了 做短线架操 拿到我就走 否则 你不会被影响 它又爬上去 那今天呢 又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呢 遇到前高的 前波的一个卖压区 所以呢 又出现震荡 冲上来创新高 今天 遇到这里 有没有 就给它震一震吧 所以接下来它会震一震 震一震之后再说 反正出量了 出量遇到前高 你就不用追 股票操作就是这样 你都先规划好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多问题 那现在呢 现在我希望各位可以的话 就是拿个一两百万 你刚买多一点也可以啦 你现在手上有剩多少资金 你可以选择继续做个价差 继续你的张冲格子冲 还是说 可以的话就来拼一档股票嘛 可是这个拼不是说没有把握的拼 你要有原因 有确认过一档股票 第四季出货有倍度成长 而且它背后还有其他的题材 我就不能写出来了 那就不方便透露了 那重点是我让你看 这怎么回事 一个月内人家做了三次运作 总共累计一万两千四百六十八张 那你觉得它只是 这种票只是拿来给你做 就价差的吗 2019年的其中一个潜力标股 你来电就可以了 前五个名额 前五个名额 我亲自带你买进 我来帮各位脱离苦日子 有兴趣赶快播电话 前五个名额 明天再见 拜拜